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ZZLab,我是振振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Final Cut上如何利用它自带的LUT的加载功能 去加载LUT 让我们进行一个简单而又快速的调色 在你观看我视频的同时 希望你能订阅我的频道 好,我们现在就开始 好,首先我们打开Final Cut之后 我导入了两段素材 这两段素材都是我用A7S2拍摄的素材 但是我是用中性拍摄的 也就是说它的饱和度 还有对比度都不是特别的高 这时候呢,我们就来去找这个Final Cut里自带的LUT加载 它也是一个快速调色的一种方式 我们找到左边的这个效果栏 我们把它打开 然后进到颜色这一项 然后在颜色这一项的最下面 就有自定义LUT 这个是Final Cut的10.4.4版 然后我们把这个自定LUT拖到这个素材里 加载上 这时候它默认的这是5 然后呢 我之前加载过 你可以点这里 如果你这是空的话 你就点选取自定LUT 然后它就会让你自己浏览 你可以把你从别的地方下载的这些LUT文件加载进去 现在我看到它支持的就是这个Cube结尾的这种LUT文件 我们把它全选 打开 打开之后它就列在这里了 好 现在加载之后 我们就可以选择 这第一个是黑白的 然后我们选这个M31 这是一个看起来比较古朴的感觉 这个就比较适合这个建筑 然后面这个我们也给它加一个LUT 我们可以选一个最后一个XLog 它又是另外一个感觉 你可以试一下看哪个更适合你 然后我们也可以加一个M31 这两个不同的地方拍摄的素材 它们现在的风格就被统一 都是这种风格 它们的颜色风格就被统一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 它的颜色发过亮或者是过暗的话 你还可以打开颜色板 单独去调节它 好了 这个就是Final Cut自带的LUT的插件的一个使用方法 是最后就是我在这里的台上 委屈击我们在最后一样的角色 用我去旁边的主要 开槽 我 这次 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OK 我们今天看了一下这个LUT如何自动加载方法很简单 希望你喜欢我的视频 也欢迎你点赞转发 也希望你能订阅我的频道 好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